下年 Во всякие事一直陪女儿 我 애求很多 我们让她吸引了压力 她意 fine 就是她反抗 大家麻烦了 上人有讲过说 我们要用妈妈的爱心 才爱普天价众生 用菩萨的智慧来教导我们的侄女 心法相对我来说是改变很多 让我内心一当时时会反省我自己 我错在哪里 我有用心文化吗 我以前是胸巴巴的 他孙子都是说阿嬷你都胸巴巴 现在就不同了 他说阿嬷你好好 我这日子已经逃到21年了 义卖 仿式个案 独居长者 那我都有参加 在人群中当然每一个人的学现是不同 用个清静的心来看每一朵都是莲花 上人说莲花能够庄严霓土 苏佛的菩萨可以庄严人间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感恩的心 用善解的心 大家相处 所以说我也不会去照顾人的心 我们就是要尊重人家 我未来的期许我就是说 我一定要坚持每天来文化 让我的心更加清静 我的智慧更增长 让我可以在人群中 更才能发挥更好的功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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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